我大學生的美 之前那個固定班底嘛 然後那時候就像 一陣子之後 有一點小小的知名度 然後就引來了追求者 追求者 對 然後當時呢就是 我們吃了兩次飯 他就說這個東西 送給妳 小禮物啦 對啊 可是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其實我對珠寶真的是 非常的不是那麼的了解 你看他真的是居心叵測 你看 比翼雙飛 居心叵測 對 但是那時候 我本來沒有要收 我想說 他所以就是 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 一直跟我強調說 沒關係 你就是收下來 因為反正不管 我們會不會當一隊 也沒關係 就當好朋友 可是他是電子科技 我想說應該是 眼光還不錯吧 那你到底有沒有跟他交往 沒有 那因為工作忙 後來我們就沒有聯繫 要看今天見價出來 再來決定 再來決定 如果好的話再打電話給他 是嗎 比翼雙飛 比翼雙飛 但是中間好像 差錯了一個陳咬金 比翼雙飛中還有一支 這個 這是不是多所阻礙 差別中在想 女孩子叮叮咚咚的感覺吧 其實我那時候也覺得 還滿特別的 聊到這個話題 一定要我來解釋 這個一看到那個圖騰 你就不要跟它交往 為什麼呢 它是兩隻鳥 是 那個是大難來始各紛飛 有啊 為什麼 用一支手 兩隻騎兩邊 怎麼可能啊 阿關妳知道 什麼叫比翼雙飛呢 比翼雙飛的話 一定要有樹枝 硬的樹枝 這是一個主體的框 然後兩隻鳥在這個地方 好美喔 結果它上面那個 是什麼東西呢 你看它上面那個是什麼東西 都是樹枝啊不是嗎 珊瑚 然後藤蔓 對 藤蔓 你看它差不多 這個是一個異象 藤蔓 高高庭 對了 這就是要叫你高高庭 高高庭 然後兩個都各自占一方 而且我跟妳講 對嗎 對 對 一支高高高 高高庭還高高 高高庭還高高 這樣不行嗎 不要太高 對 對不對 真的 所以這個男生呢 只是想要跟你玩一玩而已 小花花很可愛 對 這個男生只是要跟你哥哥頂而已 他並不是真的要跟你在一起 如果要跟你在一起呢 這個是有一個異象的 譬如說同樣這個圖騰 一樣是兩隻鳥 用一個樹枝呢 來串起兩邊 對 因為我們站在同一條舟上 同一根樹枝上面 然後呢 你看喔 還有結果 有好的結果 有好的結果 然後還有綠葉 但這個沒有 那個都沒有啊 而且這上面呢 你看喔 相相對對萬年富貴 對 兩個結果 這是一個人一邊 水人夠生命 對... 好不好... 所以那個不好 對不對 這一個人一邊 水人夠生命 不可以 那只是貪圖你的美色 不過你看喔 它喔 它用粉紅色的 代表是桃花的意思 對不對 粉鑽 好桃花嗎 是啊 再桃花吧 好了 我們來 請見假 八千元 這是兩個獄水 獄水雕的這個鳥 然後呢 它中間這一顆粉紅色的 它是蘇聯鑽 就是一般我們講是假的 它是... 不是... 這是人造的寶石 假的啊 虛情假意 所以它是假的 要跟你肯定 不贏啦 親菜跟你講講這樣而已 好吧 那我知道 以後我要交男朋友 就是拿來這裡見假就對了 見完以後 再來決定要不要 對... 對... 那這是銀製品 它不是K金的啦 它是杜銀的 所以它的行情現在 不過這個設計 就是說可能它是專門... 但是珊瑚不是挺貴的嗎 對... 這種珊瑚是數字壯 而且它很漂亮 真的透透透的 就這樣一隻珊瑚 行情現在差不多一千塊左右而已 不會很貴啦 那兩隻小鳥是什麼材質 玉水 就是這個瑪瑙值的 這個... 這樣擺起來很漂亮 其實你在大陸去看 算是一窩一堆啦 那一隻大約行情 差不多在二十塊人民幣 怎麼那麼便宜 只是把它裝裝裝 我覺得設計費比較貴一點 它就很漂亮 然後就會讓你物以為說 是嘛 所以因為很漂亮 對 它送給你可能就是 要帶你去見家長之類的 就一二十塊 那會不會也太便宜了吧 對不對 八千塊 這兩顆角開翡翠 對 這最改粉鑽 那就有機會 有機會